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提摩泰前书六章的二十和二十一节,题目是最后的叮咛 提摩泰前书六章二十节 提摩泰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似而非的学问 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的真道,愿恩惠常于你们同在 在对金氏富足的人写下的祖父之后,保罗最后还是要调转笔头回来 再写下对提摩泰,他个人属灵的儿子,也是他在宣教上的同工 当然也是当时以佛所教会的总监督,写一些听主的话 这个提醒对我们每个个人作为基督徒或者是牧者,也都是值得铭记在心的 保罗是爱提摩泰的,他也知道在过去提摩泰在祖里面的忠心 一般来说,他会更担心提摩泰在教会牧养的工作没能做好 将教会治理出一些问题,也不太会担心提摩泰偏离祖的道 甚至是对祖失了信心 但是在教会两千年的历史里,却也不乏牧者 自己失去信仰,而偏离真道者的数目就更多了 保罗在这里叮咛提摩泰要他保守所托付你的 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 那托付给提摩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真道 那么什么是虚谈和其他的东西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 我们能举例出一些过去的,但是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新的虚谈 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些虚谈很多都是和主耶稣基督的道在一起相提并论的 比如说有一套又一套的关于灵魂的教导 说是人的灵魂是如何的与肉体结合 在死后又如何的与肉体分离 然后还有阴间 还有不同的高度和层级 天主教的赎罪卷就是和这种讲法有关系 你会要为死去的亲友花钱买赎罪件 他的灵魂在地狱中就可以向上提一击等等 这种讲法就慢慢衍生出各种阴间传说 鬼魂复活 借尸体回魂 然后还有发展出的吸血鬼的故事 克制吸血鬼也有方法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拿木质的十字架来抵抗吸血鬼 你们看这些传说还是不曾离开基督教的相信范围 没有变成异教 但是却变成异端了 还有哲学和心理学 家庭教育等等 很多教会都有家庭事工 夫妻相处之道的教导 我们看到教会所办的这些活动 似乎也有圣经的教导在里面 但是他们里面更多的却是按照心理学的和哲学的方法 我敢说如今主流教会所办的夫妻相处之道班 没有一个是真正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方法来教导的 我就听过一个据说是教会界的夫妻相处专家 就提出夫妻相处要彼此顺服 听起来好像也是圣经里的话 但是他们说要怎么解释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节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 那么照他们的说法 基督和教会也应当要彼此顺服了 这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学问 在教会里这种教导似乎总是不断的存在的 保罗要提摩太要避谈这些学问 因为在这些学问上的讨论者讨论讨论 就大概率要偏离真道 在夫妻相处之道 或者是子女的教育上偏离一点点 似乎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真道就是真道 就算是偏离一点点也是偏离 保罗爱提摩太 他就不要提摩太在真道上有任何的偏离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如今在世上的一点点偏离 将来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 或许这影响如同涟漪 是会随着范围渐渐扩大的 那么如此做 特别是如此传的人 在主的面前又要受到怎样的讲诚呢 因此我们就真的应当持守真道 一点也不骗你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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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